此事注定是一个荧幕中奇特的存在 该系列的两部电影可以说都是画风清奇 而第二部更是脑洞大胎 尤其是结尾的惨荡 堪称史无前例 除了穿越自己的时间线之外 还穿越到了金刚囊的世界 还穿越到现实世界 把曾经的自己给杀了 当然除了彩蛋之外 全篇都充满了趣味点 比如此是组建的 自杀小队 这个小队成员的招募都非常随意 而且这个名字也非常邪气 第一次出任务基本上死慌慌 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全是靠幸运 这项超能力 这其中有一个隐形人 之前一直没有漏力 在死的时候才展现了真容 脸部特写非常清晰 就是库拉德皮特 布亚德皮特应该是史上最大排出现时间最短的龙套 下面请欣赏动图 看大帅哥皮特是如何在一阵抽搐 之后领合化 据说皮特的片酬是一杯咖啡 总共就拍了几分钟 最后出现大概一秒钟的样子 虽然是短短一瞬间 但是给了影迷们很多惊喜 除了皮特外 有人说马特达文杰克创的这部电影 不过很多人找了万天也没有找到他 连演员表例也没有他 直到后来有人指出了马特达文扮演的角色 依旧让人难以置信 他扮演的就是一个在卡车边掏逼掏逼的角色 电锁第一次出现 问他时间 他说电锁是啥 X 然后就被干掉了 整个片段刷了好几次 依旧看不出戴压舌帽的胖子是马特达文扮演的 这真是神客串的马特达文 看起来很震惊的一个人 不过想想他客串超级英雄电影的经历就觉得很好笑 除了死士之外 众所周知他还客串过雷神 扮演洛西 但是大部分人在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而后别人整理了彩蛋才知道 一个大嘎 却喜欢客串连路人家都算不上的角色 想想也是很有有趣 说起布拉特皮特 马特达文 他们曾经在十一罗汉 十二罗汉 十三罗汉 无间照风铃有过合作 而死士二的导演大卫雷奇 也参与了十一罗汉的演出 漫威漫画改编的电影 细节确实都很棒 总是会给影迷留下很多很有意思的彩蛋 文AK